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阴间神探 作者盗门老九 演播紫金 精彩继续 黄小桃于是吩咐下去 走访医院的人顺便调查一下这种奇特的心血病例 我补充说 等等 我待会儿想去南江市各大孤儿院看一看 宋阳 你有什么发现吗 黄小桃实在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去孤儿院 我对黄小桃说 不 这只是我的推测 要实在抽不出人手的话 我就一个人去 不过 你得给我开一份办案证明 我跟你一起去吧 说完 黄小桃叫大家各自去调查了 我和王大力当下上了黄小桃的车 黄小桃在GPS上查找一下 就说 最近一家孤儿院是慈爱福利院 我们去那里看看吧 行 那我先睡一会儿 实在困得不行了 说完 我把副驾驶座放倒 打起盹来 很快就睡着了 没一会儿被黄小桃摇醒 快起来 我们到了 罕见 窗外有一栋爬满绿藤的白色建筑 院门上挂着慈爱福利院的牌子 我打了一个哈欠 小睡一觉确实是很解乏 感觉精神好一些了 黄小桃出出一张湿巾 给我擦脸 我道了一声谢谢 我一边擦着脸 一边说道 你们当警察真辛苦啊 经常没叫睡 你的皮肤怎么还保持得这么好啊 黄小桃拉开储物箱 里面有好多面膜 有叫睡的时候 就贴满补水面膜了 我靠 还是进口面膜 怎么感觉你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 你家里到底是干嘛的 看这几百块钱一张的面膜 我彻底傻了眼 黄小桃调皮的一笑 保密 我们查案子去吧 大力 后座上传出一阵大憨的声音 我们俩回头一看 黄大力躺在后座上睡得正香 黄小桃准备把他摇醒 我摆了摆手就说 算了 我们俩下去查吧 查到查不到还不一定呢 我们走向福利院 向负责人询问这里 有没有收留过一名 全身皮肤惨白 害怕太阳 没有体毛的小孩 负责人领着我们去医务所 找了一本厚厚的病例档案 翻阅了一下 最终决定没有收留过这样的孩子 我们到过谢便离开了 黄小桃不解的问我 你来孤儿院调查的理由是什么呀 我答道 暂时不能透露 南江市孤儿院大概有几个所呀 等全部跑一遍 我再告诉你 黄小桃问 要是没有发现呢 请你吃饭吧 黄小桃冷笑说 你个穷学生还请我 能请美女锦花吃饭 是我的荣幸啊 我淡淡撬了撬嘴角 我们紧接着跑了三家孤儿院 黄小桃有车很方便 要是我和王达力来走访的话 这一天时间就全部搭进去了 这三家也是全无所获 中午 黄小桃把车停在一家快餐店的前面 要了两份套餐 点餐的时候 王达力突然一咕噜坐起来 哎呀 我要炸鸡汁 可乐要大份的 记得放冰块啊 黄小桃瞪他一眼 你怎么一到吃饭时间就醒了呀 王达力嘿嘿笑道 不是 我的生物中就是这样的 不管前一天晚上多晚睡觉 找到第二天吃饭的时候 唇醒 是不是很厉害呀 简直是猪阳的生活 黄小桃给了他一个白眼 然后叫服务员加一份套餐 我们吃完东西 黄小桃在GPS上搜索着说 宋阳 南疆市的孤儿院 就剩下最后一家了 如果还找不到 晚饭该你请了 行 我点了点头 不过街边大排档可满足不了我 你做好准备 钱包大出血吧 黄小桃坏笑连连 一个多小时之后 我们来到最后一家孤儿院 圣新孤儿院 这家孤儿院的位置比较偏 远远能看见一座教堂式建筑 屹立在一片白花林中 静谧幽深 建筑顶尖上竖着一根白色十字架 王大力说 这不有一座教堂吗 黄小桃解释说 我记得这家孤儿院呢 是南疆市基督教独捐赠的 所以建造成了这样 我们推门进入这所孤儿院 院子里很安静 道旁白花树落了许多树叶 门房里坐着一位大妈 正在织毛衣 看见我们进来 便问我们找谁 黄小桃说明来意 大妈猛然叫道 你说这个小孩 我有点印象 我和黄小桃交换一下眼神 看来是找多一了 大妈说 那孩子是二十年前受养的 当时他才七岁 因为他样貌古怪 害怕阳光 当时几名修女牧师和院长激烈争论过 认为他可能是恶魔的孩子 有人建议干脆把他遗弃掉 但善良的院长坚持反对 他说就算是恶魔的孩子 上帝的光辉也能够将他感化 便留了下来 这孩子平时很少吃东西 牛奶肉花生这类东西是碰都不碰 从小面黄鸡瘦 长期处在营养不良状态 有一次他因为营养不良 晕倒了 修女便打了一剂营养针 结果差点害死他 他全身起了一层水泡 在地上不停地打滚嚎叫 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这孩子身上有一股令人恐惧的气息 有一次大妈寻夜的时候 发现青圈里面的鸡全部都死了 因为是黄鼠狼进来了 结果看见这孩子蹲在青圈里 满嘴是血 两眼放着油光 把他吓得魂不覆体 因为这件事情 这孩子被关了三天禁闭 但他天生性格公僻 禁闭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惩罚效果 他反而更喜欢待在小黑屋中 后来他还咬伤过一名修女 咬在脖子上 差点没要了那名修女的命 大家觉得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以罢工为行 叫院长把这孩子赶走 有人甚至说 这孩子是该隐的后代 应该让阳光把他杀死 院长坚决不同意 他说这孩子性格可怜 被赶出去 恐怕一天都活不了 他还说 上帝放逐该隐时曾说过 凡杀该隐的 必遭报七倍 如果这孩子真是该隐的后代 杀死他 肯定会遭祸的 于是啊 院长把这孩子 带到赎罪室里 教育了一整天 用圣经来感化他 院长是个慈悲心肠的人 一直以来 都是大家眼中的圣人 这孩子真的被感化了 从此没有再咬过人 当然大家也处处提防着他 不让他和其他小朋友 走得太近 直到他18岁的时候 自己逃出孤儿院 后来就再也没有音讯了 对孤儿院里工作人员来说 这场噩梦总算是结束了 听完大妈的叙述 我无比确定 这人便是我们要找的凶手 黄小桃急切地问 他叫什么 有详细资料吗 大妈说 这些我不清楚啊 我带你们去见院长吧 黄小桃点点头 好 麻烦你了 路上王大利就好奇地问我 该隐的后代有什么意思 我解释说 该隐是圣经类的人物 也是传说中吸血鬼的始祖 后来的什么吸血鬼伯爵 吸血鬼女王 都属于该隐一族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阴间审探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可以关注我的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